所以接下來的話 當然後續其實還可以延伸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爬蟲 像這個資料它在網路上 你如果想要把它不要用下載的方式 而是直接針對這個連結 自動就跑到Excel的話 自動喔 因為我們之前是下載再打開 如果你不想要每次它下載打開 你直接希望有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資料就幫我下載下來 那你就可以寫個爬蟲 那這個爬蟲以前蠻麻煩的 但後來我發現用ChargeVP之後 有ChargeVP真的簡單 你告訴它說連結在哪裡 然後請你幫我把它抓下來 幫我寫個VBA程式 它就真的幫你寫出來 而且真的可以執行 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是建議 你先把基本的東西先學好之後 延伸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就是先插入這個 這個年 然後用那個什麼 Labs函數 取發生日期的前三個字 所以用Labs函數 然後這個欄位的話 我們實際上就是在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做出歷年切到折線圖的一個統計數字 那假設啦 我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們這個動作好像還是透過人工的 那有沒有辦法不要用人工 當然我們未來是希望說盡量 什麼都不要用人工去逐一逐一來做 最好是程式全部都做好了 直接就是按個按鈕全部都幫我把它完成 那當然最好 不過啦 你當然也不要那麼 就是心那麼大 我們可以分階段來完成 比如說的話 這個表格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圖的話 是基於這個表格而產生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圖 例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部分我不要就是用什麼 用人工的方式來完成 而希望幫我寫個程式來完成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 後來我 因為之前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麻煩 Charge PIN應該是沒辦法幫忙的 後來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可以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敘述裡面跟他講說 我就把我的資料在哪裡跟他講 所以我就這邊有問個問題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底下這邊 應該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9 應該是這個 這個例年切到折線圖這邊 等於是第19應該19 20頁 然後呢 我就把我的問題敘述給Charge PIN知道 幫我撰寫一個VBA程式 所以先跟他講我主要的需求 就是幫我寫個程式就對了 然後呢 並且跟他講那個位置在哪裡 有沒有 將 所以這個範圍在哪裡 A3有沒有 A3就是跟他A3到B12 有沒有框起來 有點像是跟他講範圍 將A3到B12的資料 有沒有就這個範圍 會是為一個圖什麼圖表呢 含有 其實應該少兩 應該是含有標記 或者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因為我們要的標記就是有一個點 如果沒有點的話 沒有那個有沒有一個點的折線圖 那我就跟他講說幫我繪製這個 並且幫我把這個折線圖放哪裡 跟他講說幫我輸出到 把這個圖放在哪裡呢 放在D2到M的多少 M20 我看M20 意思就是說 Ctrl自己我現在復原一下 有點像D2 D2是這個嗎 開頭在這邊 那M20的話就是把它往下一下 20 就大概這麼大 20 M20 意思就是說 幫我輸出到這個框框範圍 哪個框框呢 其實就是D2的左上角 到M20的右下角 這樣的話 他就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了 M20的右下角 那你不用想那麼清楚 你就跟他講說 D2到M20 這樣應該就OK了 然後就把這個問題丟給他之後 我想說 這槍耳機應該會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了 我就想別的辦法 因為之前我畫圖 要寫程式 不是用TrackGPT 之前教同學是錄製聚集 OK 其實錄製聚集也可以 但是這一次 因為我們上課主軸是TrackGPT 所以我就想說 換個方式 讓他亂亂看 後來我發現 真的可以喔 他就真的幫我把程式寫出來了 就是底下這一段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或者你自己也可以把這個問題 再利用TrackGPT 讓他跑跑看 然後他就幫我寫了這個一個Sub 好 Sub的話 應該前面講過 Sub就是類似按鈕 OK 所以這個就是按下去之後 或者執行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把圖畫出來 當然我們不管 反正就把這一段 直接從Sub到EndSub把它選起來 我按Shift鍵 游標放這邊 按Shift鍵 把它選起來 Ctrl-C 好 接下來如果要讓它Run的話 確定說這個TrackGPT的問題 能不能執行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先把這個圖刪掉 這個圖刪掉 把它跑跑看好了 開發人員 把剛剛的程式貼到哪裡 應該還記得吧 Visual Basic裡面的Module 當然我們如果不開另外一個Module 你就直接貼到下面 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跟前面混在一起 也可以啦 不然就按右鍵再插入第二個Module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放在另外一個Module 也可以 兩可 OK 我把它分開好了 把它分在Module2 好 那把這個程式貼上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就讓它RunRun看 不過Run之前 我還是建議啦 你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還是先看一下它到底寫的對不對 如果 看得懂 我建議就是慢慢試著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多的名稱 比較重要就是哪個工作表 蓄持物件這個我建議是一定要 因為藏錯的就是工作表 然後 剛剛好像也同樣的問題 哪一個工作表呢 我要在哪個工作表幫我畫圖 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喔 這個名稱它叫蓄著一 它浴室好像都喜歡用 但是問題我們現在的名稱就不是蓄著一 我們名稱叫這一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要不就是把這個名稱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要不然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 就乾脆跟大家講 第幾個算了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嘛 不然你就把它改成第一個 一不就好了嘛 兩個方法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乾脆連那個工作表 因為反正我們畫圖就畫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甚至連這個工作表都不需要 OK齁 那我先用這個 比較簡單 我先用這一個1好了齁 或者你直接齁 用這樣好了 換個名稱齁 換這個名稱 把這個點兩下 Ctrl C 然後把它切過去的話呢 記得齁 要把它 點開齁 不然的話切不過 再點擊Visual Basic 有沒有 然後再把剛剛的這幾個字貼過來 好這樣應該OK了齁 所以工作表明是OK 那範圍要不OK呢 資料範圍 大家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 A3到B12 就我剛剛跟他講的 那輸出的範圍他也對了 D2到M20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 CreateObject 這個應該是幫我畫圖吧 他用一個方法 叫做Charge Charge應該根本名是語 就是畫圖 圖表的物件 OK Add 然後在哪裡的座標 畫什麼圖 然後標題這邊好像有 OK 最後的話Visable 就讓他顯示出來 好了 看看齁 當然OK 那我讓他執行看看 貼過來之後 其實我只有改一個 他的工作表名稱 改 其他都沒改 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沒改應該會錯 給執行 有沒有發現 真的耶 他幫我畫出來了 OK齁 所以其實什麼事都沒做 他幫你把它完成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執行完之後 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可以再幫我 改一個 這個好像本來不叫折線圖 我們叫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應該是看得懂吧 這個有個叫 ChargeTitle.test 就是它裡面的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的話 很簡單嘛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改成叫歷年切到 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樣就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歷年切到折線圖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就想說 除了說可以畫個圖之外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刪掉 於是乎我就再問ChargePT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撰寫VBA程式 刪除這個什麼 繪圖物件 意思是說我要把那個圖 幫我把它刪掉 那有沒有辦法 有 他就幫你把它刪掉了 於是就又寫出底下這一段 然後把它K-C一下 然後一樣把它貼到底下就可以了 貼上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亂亂看 這段程式碼在雲端白板的第20頁 然後 執行看看好了 這個它的下文名稱叫這個 DeleteAllTrust 意思是說幫我把全部的圖刪掉 那不過一樣會有同樣的問題 哪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這邊是1 就是1OK 或者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名稱的話 你乾脆拿上面這個名稱來也可以 好 前後雙引號 把這個不要用1 用它的真實名稱貼上 好 這樣 底下應該是什麼 For each的話呢 是每一個 也就是說 在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找到的每一個圖 通通幫我Delete 所以喔 其實透過的方法 就是點Delete OK 我們來試一下 能不能把它全部刪掉 資金 可以耶 OK 所以喔 如果這兩個做完之後 當然假設啦 你要把這個名稱變更也OK 因為Sub比較不會像Function這種麻煩 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你直接把這邊改一下 這個名稱叫什麼 像歷年切到折線圖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這個名稱可以改 那改的方法就是Sub後面到瓜虎 這個就是它的名稱 然後底下的這個部分 英文名稱 如果你假設不夠友善 你想說 可不可以改中可以 這個 三圖好了 先 三圖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這兩個名稱可以變更 最後的話 我們其實如果要讓它更便利使用的話 我們最後其實是可以 把它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有沒有 這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我們做了蠻多 加入按鈕的方法 有沒有 開發人員裡面 有沒有 底下不是有插入 他有印象 如果我要把剛剛的這兩個Sub 有沒有這個Sub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變成一個按鈕的話 有沒有 山圖 那我就可以在 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找到 左上角的這一個 然後呢 你就拖拉一個 然後你就把它 怎麼樣呢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按下去 要執行哪一個Sub 或者哪一個聚集 OK 所以其實我跟他講 我要執行這一個 有沒有 那剛剛的那個Sub 他就會自己跳到聚集 所以理論上看起來應該 在VBA 這個以色列裡面 他就把Sub當聚集 OK 這個把它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再來就把這個按鈕名稱 把它delete掉 換成 因為我剛好複製 再把它貼 那同樣的方法 再做三圖 三圖的話一樣 按右鍵 把這個按鈕複製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按鈕再貼 把上面貼下來之後 重新指定按右鍵 指定聚集 指向三圖 並且把名稱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名稱 一樣就把它改過 這樣就OK了 最後我來試一下三圖 然後這邊可以把它再按一下 圖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做出一個 自動繪是這個繪圖的 這個功能的程式的話 那其實以前的做法 差不多都透過錄製聚集來完成 不過看起來好像用那個 就是ChargeBT好像應該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會把剛剛的那個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找一下 第20頁這裡 所以這個是第一段 有沒有第一個Sub 我剛剛只有改名稱 所以這個名稱可以自己改 不改沒關係 然後還有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你們就試情況去針對你的資料 去做變更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